現在是下午4時10分 很多店舖都是旺舖早上 這一行就一間店舖都沒有 你看裏面挺好看 新鮮出爐的蛋撻5元4個 很熱的 不是熱 是很熱 我們的食物就來了 就是這種冰花造法的煎餃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人民北路 今集影片我會來西華路這邊 找間老牌越災茶樓 飯店不是茶樓 吃飯的 和老婆兩個人撐桌腳 話說事情是這樣 我80年代出生 在我們這一輩廣州人 年輕人很多地方去 狀元坊已經沒有了 流行前線 早排又沒有了 上下九已經又不是以前的樣子 還有一個地方 叫做粵庫廣場 在人民路 也沒有了很久了 十年八年了 但其實他的商場是有開的 現在老婆未來到 我就帶大家先過去看看 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 日新月宜 年代的交替 很多玩意都不同了 年輕人玩的東西都不同了 以前粵庫廣場 是非常輕旺的 它是位於人民路 在這裏的 不知道算不算是九相縣 在這裏都行得到 總比去天河要容易 那時交通是沒有那麼方便的 沒有那麼多地鐵 所以很多玩意都會圍繞在市中心的 現在就不同了 你坐地鐵去到幾遠都可以 當時我們是很喜歡來這些商場的 當然包括我們今天要去的月庫廣場 它現在就有模型賣的 我知道 但是當時就很旺的 實話實說 當時買老番唱碟 翻版CD 遊戲遊戲 還有些甚麼 有些可能是衣服 都是可以在這裏找到的 時至今日 第一個網購上網買衣服 第二個正版CD 大家都不買CD 都是上網聽歌 正版的 都不是太麻煩的 甚至乎 電影 當時都有看電影 《古惑仔》 我最記得那個年代 一定是看老番的 別一上畫 這裏都找得到 現在已經變成是 網路看正版 有正版授權的電影 電視劇集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 因為他們這樣跟不上 一些時代的進步 所以淘汰了 便在前面 說一下地理為止 左邊 這裏過去 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這裏便在這裏 然後 如果在前面 往右轉 便可以去到西華路 還好 現在西華路 也是廣州 一個吸引遊客 比較多的地方 就是這裏 粵庫廣場 我以前來這裏 老實說 又是那裏 買老番外 很少來這裏 是來這裏 甚麼多呢 是壽司 在這裏 有一間是挺便宜的 我便進去看看 第一座出入口 這裏便是第一座出入口 我記得以前是這邊上去的 現在變了很多 賣衣服 跟我上一次來 好像又補回 多少這樣 它好像有 上到最高是三樓的 我上一次來 是有一次直播經過之後 來到的 當時看見 好像打完仗 很多人這裏 會有些 養狗仔的店舖 那些狗 聽見人走過 就在這裏喪叫 時至今日 見到 跟最旺的人比 就差得遠了 但又有些衣服買下 100元乘衣 99元買衣服 甚至乎 冷氣也還有 又有 立不笑身 又有這些 人民爐的玩具 前邊又有 有些店舖 老闆還要不知去哪裏 雖然冷清 但其實 維生我見解得不錯 剛才我經過洗手間門口 我記得以前 旺場時 洗手間髒 只是不拍攝給大家看 現在看上去好像幾乾淨 這裏大概是一樓的情況 賣衣服 我應該會在這裏再上一層 以前我很喜歡這裏 日式料理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製造 還有可能因為放假的原因 多了些人氣 還有這個升降機 已經不能運作 要補充上去 當時還有西餐廳 有很多食物 又有小食 也有很多 但具體在哪個位置 我真的真的忘記了 是櫻島在樓上 這裏是二樓 跟先頭樓下比 這裏就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 但真的跟我對上一次來到 好像黃了些 現在是下午4點10分 很多店舖都是黃店早上 這一行就一間店舖都沒有 你看裏面多恐怖 然後有些店舖 以前那些 那些 寶號等 還掛著 這裏 簡直 被人封賣店 當時來漁庫廣場 真是水舌不通 女生會多些喜歡來這裏買衣服 因為那時選擇並不太多 正版你不要想 是傻的嗎 通常都是買些 外貿衣服 我們會叫做 有些少許擦外邊的款 但時至今日 我們的外貿衣服 出口到外國都有不少 這邊亦是如此 這裏還要賣公仔 看上去幾旺 前面這裏也是 而且在我們那個年代 還有一樣東西叫格仔舖 其實好像香港也會有 是甚麼意思呢 你租一個格仔 然後就不用找人看店 那時還未有電子支付 真的靠自覺 然後你就賣東西 又或者它是由一個店 找一個人看 然後老闆租這一格出來 那一格可以讓你自己的東西 進去賣的 有時可能買一些飾物 一格租出去 三百五百 這樣 這裏就是我先頭說的 模型譜 好像很新 可惜我不是太懂 如果喜歡玩 這些高達模型的 這裏選擇不少 又有 全都是好東西 這邊是沒有路走的 我先走在這邊 好像還有一層在上面 只不過我上到三樓 這裏看見 真是跟樓下一樓二樓差太遠 你看這些已經是沒有人租 甚至乎包括前面這些 都是用作倉庫的用途 但是不得不提 即使這樣也好 其實樓上這裏還有冷氣 我如果沒有搞錯 好像他們不是私人做發展商 是越秀區的一個企業 國企 所以可能不知道和這裏有沒有關係 但當然可能我手上資料是錯 為何會這樣說 讓我找些資料給大家看 就是這裏 以前我過來吃日本料理 還要是工作日 即是一至五個種 中午來到 吃少許酒 嘩 都很多人 你看 現在全部變成這樣 嘩 如果要探險 這裏更厲害 上方寫著紙報兩個字 我再探望一下 其實是有人的 我剛才見到有不少人 就不是說像鬼屋一樣 剛才後面也有一位 可能比較暗 大家看得不清楚 這裏上面寫著 月秀區第一防管局封條 是防管局封條 不是什麼什麼 遺產公司 所以我就有先頭那種推測 不過這裏暗 不知道大家看不清楚 很多店鋪都貼了封條 它應該不是沒有交租走路 它是防止人進去 用作其他用途 再來 這裏已經見到 有賣寵物 這裏是賣兔仔的 裏面是黑套套的 無形店鋪見得不多 因為這裏已經是三樓 可以上到最高的地方 反而二樓那些賣三樓 比較多 我帶大家看過 滿足了你們的願望 又滿足了我的願望 我們的年代 我們年輕人的年代 隨著商場一個一個消失 已經老去 事實上我年紀不小 比我女兒最喜歡的 甚麼商場呢 就跟大家說說 一個是公園前 公園前還保留 因為始終這麼旺 相近北京路 第二個是西村上 那裏是甚麼商場 我忘記了 那裏有個大商場 那裏有很多好東西吃 其實有賣車 之前都去過一次 女兒還喜歡去甚麼地方 還喜歡去東山口 現在都是些潮人所在地 反而西華路 其實不是太豐富 而是個問題 從今天 月庫廣場 就叫成賣這些 以及這些 甚至乎 還有一輛共享單車 這位置 應該算是整個月庫廣場 最旺的地方 前面還有賣公仔 這裏還有一個賣遊戲的地方 我記得以前也有不少的 還有Switch 又有很多潮流 我記得以前這間便利店 已經旺到不得了 現在便利店 你才會買到很高的 你才能買到最高的 我記得要買到最高的 我記得要買得到最高的 我還要買得到最高的 我便去買到最高的 又匯合了 現在剛剛到5點 沒有理由這麼早去吃飯 我們來到西華爐吃早食 不過不要吃年輕人 很年輕的 買了蛋撻 前面還有個甜品店 很老字我 什麼沙灣 什麼奶 我忘記了 去到再說 前面這裏多厲害 你看牠排到這樣的 你看 生煎包 見到那麼多人 搞到你都心動 喂 是不是可以試一下 騰魚生鮮 我都一般 等很久了 一個小時 真的不怕 這個就是新鮮出爐的蛋撻 5元4個 很熱的 不是熱 是很熱 皮裏一碰下去 就會碎開 就會化開 上面的蛋漿有夠老 如果只買一個是1元5號 如果你要問我廣州哪個蛋撻 我是最喜歡的 講清楚我最喜歡 就是牠 那些蛋香味又夠粥 真的挺好的 嗯 新鮮 至於第二站 我們去到前面吃糖水 就是在前面 我們要去就是前面 沙灣甜品食館 它不是在西華路 但是也叫西華路 不知道叫什麼 雙圈 就在前面 不知道有沒有位 在這裏轉過去 就是第一瓶 就是吃賴粉 至於這裏還有一個真蘇記 就是賣那些懷舊點心的 小甜點的那些 還有菜賣 我非常不幸 來到全部滿座 因為老闆是現做的 所有客人拿單之後 他才一次過做 裡面坐滿 所以坐在街上吃 為何他們這麼受歡迎呢 當然是真材實料 有很多選擇的 不過通常 這些甜品店 無非就是幾樣東西 最受歡迎 一個當然是芝麻糊 第二個就是薑埋奶 雙皮奶 和涼粉 龜苓糕 然後就可以演練出 很多不同的組合 我就慢慢讀了 我要了一個雙皮奶 雌鳴雙皮奶 因為天氣熱 就要了一個冷的 其實應該是越好吃 再來就要了一個龜苓糕 龜苓糕是11元 加煉奶的 我是 至於老婆 還在欣賞這個蛋撻 真好吃 是啊 真是吃過之中 又不要說最好 真是我最喜歡這一款做法 又新鮮 又新鮮 又不會有 因為有些做得不好 它要下豬油的 下豬油之後 豬油不漂亮 我這麼差 吃得出有種益味 這個肯定沒有 吃了才吃過 木瓜 我的食物到了 都是凍的 有幾大碗 幾錢嗎 13元 12元 雙皮奶凍 12元 那不算太貴了 真的是15元 還有它上面是有奶皮的 不像我們有時候去到上月九 吃到那些沒有奶皮的 有些骨苓糕 還有都是有那種黏著你的口腔那種感覺 還有糟了 好像想下雨一樣 吃完再說 三天了 台方第一天我去海珠廣場 第二天就去龍津路 今天暫時沒下過雨 不過看樣子好像想下雨 吃完蛋撻就吃了 雙皮奶凍 哇你看多激 我記得以前在周門 有一間也是這樣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牌子 也是叫這個名字的 都是這麼旺 都是這樣格局的 都是一班阿姨在這裏 打持一間店舖 然後客人坐在這裏吃的 還有這些有奶皮的 沒有 你說要在廣州路城區 這個都算數一數二 很棒 但不會好甜 對呀 不會 對呀 剛剛好 有那種油脂的香味 對呀 奶香味 嗯 跟老婆來吃是有這樣的好處 女兒就說不來 那我試試這個 這個夠甜 這個夠甜 其實每晚都看不到 裡面坐得這麼悶 我們一進去就已經覺得 哎呀 心感不妙 有奶 為何那麼多人吃呢 那些食物很好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來自哪裏嗎 例如沙灣 鰑魚沙灣 要是吃這些東西 要是純德 要是就是鰑魚沙灣 其實對我們來說很近 對沙灣 有些地方差不多 因為那裏水流多 所以奶製粉 一碗好吃的甜品 就是我們廣州人 夏天必備 到冬天呢 到冬天呢 吃些薑埋奶 薑壯奶 那樣 哇 這個這麼難捕 先去去去 那真的很苦 下面那些煉奶好沒有味 那些很苦 嗯 你們以前小時候 是不是這麼吃 其實現在 現在很少會用龜的 真的 而且賣這個價錢 你說有其實都 不是很合理 我小時候吃過 那些更苦 我龜膽也很苦 很苦 你只能吃到 那些 可能在吳州吃得到 吳州是很出名的 好像龜苓膏也是來自吳州的 嘗試在甚麼都會有 嗯 我們是吃飽 都不算吃飽 那裡邊有多少人 那些年輕小女 她還不是本地人 都知道她的大保號 就知道厲害了 不得不提 將鏡頭一轉為這邊 旁邊就有百富露水牛奶了 這邊不夠貨 就可以過旁邊拿了 其實呢 我之前都說過了 其實水牛奶 並不容易養殖 和產奶量是很低的 一定是有些大的公司才能做到的 那些大公司其實就是百富露 那它的廠在哪裏呢 其實就是在貴城的 貴城的百富露產業 供了你整個廣州和 主要是佛山 佛山 那裏是佛山 順德都拿了 佛山和廣州的車邊 所以我們去順德 那次去佛山 都看到有百富露 而且很多就是這樣 自己佛山 那當然是 你當然去找一些近的運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水牛是很容易 有一種包疹病毒的 如果不是大公司 經常看著數據的話 很容易出事的 一次過清理袋 所以有些不太懂的 就會說 它有自設奶腸的 有都未必是真的 就算真的有 都是質量要有保證 基本上就是這樣 水牛奶 雙皮奶 我們又買青瓜 我們很喜歡買青瓜的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間 最喜歡的超市 便宜就是便宜 現在已經沒有之前 那麼便宜的那麼離譜 但是都是很便宜 3.98元 變成2.98元 各種 糖水就吃完了 包也買了少許 但是我們可能會繼續買的 現在繼續吃 不如少吃了 我們還打算去吃月菜 坐下怎麼送的那種 很便宜的 不過還是留下一次 一家製的女兒又沒有來 去對面吃煎餃 看看有沒有位置 上次我已經想吃了 煎餃 成省煎餃 我說的煎餃店就是對面 老婆沒吃過 我吃過一次 其實都挺好的 在她出了名之後 我才去吃的 就不是說 從小吃到大那種 重點不知有沒有位置 我們先去看看 有位置 我們就去吃 哎呀 搞錯了 我還說是智成餅家 成省煎餃 在前面這裡 前面就是以前的11宗 現在改了名叫南海中學 終於我們吃到第二餐 第三餐了 就是這個最傳統的韭菜煎餃 18元一份 其實份量都不細有12隻 所以其實平均一隻是一元半 沒錯 餐廳環境就不算很大 而且又是像鮮牛一樣 已經坐滿了 來西華路好像是因為小吃多 你不用像我們去那些粵菜酒樓 一坐下來 飽了就拜拜 喝多杯東西都不能吃 但我們這個東西就來了 就是這種冰花造法的煎餃 它就不是長那種的 大家看看 它是這種圓圓的煎餃 然後是可以自己調醬料的 我記得我在疫情那時曾經吃過一次 那時的葡萄都挺皇祥的 時至今日更加 還有什麼醬料都混在一起 那就是最適合的 而且一定要有醋 一定要有醋 有醋才好吃 陳醋 還有他們的煎餃是剛剛煎好 所以很熱的 其實還可以等一等 夾子給大家看看 翻過來看看 它的皮是厚一點的 但因為始終煎餃太薄皮 在裡面散開了 就少許人了 它的皮是厚一點的 但是厚的皮的好處就是 裡面包著它的汁 一咬出來的熱度 熱力 拋出來 哇 厲害 而且也挺難夾的 老婆在家裡也會這麼做的 我們也是懂得這樣的做法 這裡的美女都是用筷簾鑼的 我用筷簾鑼 用一些麵粉 開稀的軟 然後用來煎餃 吃過也要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 很漂亮 煎餃 我老婆的煎餃 煎餃 我很認識的 一定要分次下水 水餃就訂到水滾了 等它一滾 再滾三次 水餃才會熟 如果一邊滾就會爛 煎餃 煎餃就好多 哇 好吃 然後我們還拿了一包蒜蓉 有蒜蓉 更好吃 這裏 開緊 這裏面的煎餃 不會太鹹 鹹到你又要買汽水喝那種的 就不會的 真的夠醋 而且超級熱 再加上少量的蒜蓉 哇 真 好吃 酥溶、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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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 完全跟酥溶、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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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咬開就很辣 我們覺得太好吃了 所以就決定打包多一份 給女兒吃 一樣的解釋 女兒就喜歡吃白菜 以前想著吃粵菜 她又不跟著來 因為可能怕下雨 各種因素 她在家裡餓了 怎麼辦呢 不如做一份給她吃 這裏還有綠豆沙 都是很出名的 而且都不太貴 好像不知六元 我們吃飽飽了 真是幸運 剛剛才有位 現在已經要找門口搭桌 而且每個人都在看著 裡面有位 真是值得吃的 而且十八元 對你後面的行程 又不會有很大的負擔 就是這個 這個是屬於女兒的 但是她可能要 要回去才可以吃 就是這樣 這個是白菜煎餃 要這樣打開 讓它散氣 不是 不是 因為要逼著就不好 又到你 至於我們現在 就進去買幾道菜 買些豬肉 買完之後 就繼續往地址站的方向 走過去 話說早一兩個星期左右 我都來這裡拍過一次 因為當時只有我一支公 當然能吃到那麼多東西 今天有買老婆帶著來 是否精彩很多呢 我們先買了菜再說 有一間是很糾結的 對面還在排隊 藤原生煎 排一個小時 當然這裡好吃 還有這個乳鴿 我未試過 不過是三十二元 我們先頭買蛋撻的店 就是對面 榮興餅屋 現在的蛋撻好像賣光了 看不清 由於隔得太遠 再走前一點 還有欣靈樓福記 他們的炸杖面都很好 還有這間 我永遠經過他們 都關著門 真是有趣 我們進來市場這裡 其實我都講過很多次 如果大家來到西華路品嘗小吃 還有胃口的話 我每一次經過都會提醒大家 就是對面這個牛腦 好過很多做牛三星湯的店鋪 就是對面牛雜湯 至於現在就已經剛剛過了六點 市場就非常熱鬧 這邊就賣水果的 雞屎果是兩元一斤 看上來 今天又好像熱鬧一點 買節瓜 我們買節瓜 都沒試過買成這樣 就是一元一斤 我不是說價錢 而是這樣的 大家看看 要隔著欄杆來買 嘿嘿 多過癮 這些市民剛剛下班來買菜 當然打了幾天颱風 又怕下雨又怕下雨 當然是趁今天 就買些美菜 今天只會為了一個星期三 因為優如期開了 近海的那些 已經可以打到雨 山河多大隻 對面那棵燒豬 是很熱鬧的 財機 還有熔岩 10元一斤 我們就會在這裏 過來買些豬肉 這裏 之前經常會拍視場片的時候 亦都跟大家說過 早上就買豬肉 傍晚就不要買 因為這是室內部份 所以我們當然值得出手 不怕出手 挺好的 27元一斤 這些漂亮的位置 買這條 說這麼快就買了 剛才這麼紅 拍給大家看 兩條牌骨 給了24元一斤都不夠 老婆說如果以前 起碼那兩條牌骨40元 現在便宜了很多 現在豬肉便宜了 物價指數大幅下降 我們不要說這樣了 再逛逛市場 我們可能會再買一些葉菜 再來還有這裏 我們剛剛買了一杯馬蹄爽 不過拿回來給女兒喝 好喝的 馬蹄爽豆漿也是很好 只需要4元一杯 一大杯 再來還有這個 今天好像沒有特價 平時你看到門口圍滿人的 天天首師豬手 你知道值得買的了 大概一個月之前 我們來過這裏 來過西華路市場這裏 當時所有小販都不見了 可能檢查衛生 甚至今天那些熱鬧情景又回來了 一年又過去 鳳眼果又來了 13元一斤 有些還撕毀了 真是正 有西華路 不用坐下點菜吃飯 我現在都飽了 又吃了蛋撻 又吃了糖水 吃了煎餃 煎餃還要一份 如果是遊客 不像我們這樣 經常會上來就來 是會選擇多些 輕輕旺做甚麼 輕輕旺就在對面 那些煙為何噴出來 應該在炒牛果 嘩 這麼棒 否則我吃到這麼飽 我會去吃一份 很香 哇 這些在炒 還有最遺憾是隔壁那間 1978 蕭立世家 沒有說過很多次 以前西華路 老婆最初我才知道 放了很多少爺檔 接著 只吃一頭一尾 還有雍和 雍和酒間 不是 我現在說的是小食 雍和酒間不算小食 那間大餅 大餅在哪裏 收拾了 收拾了 其實最主要是兩間 一頭一尾就是 那邊 近地的站 就是 珍珍 那邊就是第一瓶的賴粉 然後中間就開始出現 排隊排到很多人 就是剛剛那個藤原生煎 就是剛剛那個藤原生煎 然後如果是說吃大排檔 就是我現在走這條路 擺到滿 在說以前 後來又出現腐記魚蛋 大多數都是小食 很厚的 做了很久 做了很久 一直都在 其實大家有留意 近幾個月的影片 大家都知道 我都不需要收拾了 真的 除了飲食以外 其他生意都比較艱難 老婆一直在說 為何我們要去超市買麵包 我們家樓下的超市已經倒閉了 它是Wallmark 它會沒有錢 真是開玩笑 每個人都沒有錢 都不論到Wallmark 它就是生意不行 那就是設場 但是飲食就不同 無論樓價也反映得到 以前哪有這些數字 開頭的屋架 下方的開頭都有 但是相反 餐廳就越開越多 這個我最記得了 就在疫情時開的 多滿了 對不對 相反 剛才我們去過月庫看見 已經好一點了 有很多店舖 甚至乎一些麵包店 外資那些 甚麼牌子都不要說了 都是看見這些油漏了 油漏了 反而餐廳那間 剛才油漏了 又或者這些 當時疫情經過看見 都是 哇 還頂頂一順 甚至乎這個都是 坐到這樣 又或者這個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是富技魚蛋 那麼多人 是天保食方 是的 我都不怕說 我之前在影片都說過 即是一個老闆叫你 吃甚麼事 不要吃就走 就是這個老闆 很厲害的 但是坐牌隊的那些人 一樣是這麼多的 疫情那時已經是這樣的 這裡更厲害 這裡是官方搞的 弄成這樣 那個人 又有豪樂 現場煎的 可惜飽了 前面還有鐵板魷魚 又或者廣西酸野 前面那個煎牛扒的老闆 不知道是否在 我看見都在 好像是 甚至乎 荒記 又坐到這樣 廣西人是否將所有 賺到的錢都拿來吃 買衣服不買 穿着拖蟹就算了 全部拿來吃 就是這位大廚 可惜真的沒有胃口吃得下 就是這個 街頭煎牛扒的老闆 還要很高興 還有這個 但這間看上去真是冷清一點 還有其實近期 我們正在做常評的功課 常評吃竹星麵 不是吃燒鵝奶粉 哇 雍和做甚麼 今天可能不需要錢 坐到出來門口 如果不是沒有冷氣的話 我想都是會坐出門口 廣西人賺到的錢 就是拿來吃 真是的 好 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太長氣了 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 小鈴鐺 下次請坐在這裡 我們下集見 對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